马上画一个金字塔 必成功金字塔 就这辈子你只要按到我这个轨道去干 你必成功 铁上第一塔 有意思 很多人都认为 那个刘翔脚尖都跳舌了 参加奥运会还有一瘸一拐的 跑到最后一个栏杆那里 亲吻栏杆 就像一个将军一样 一个上阵杀敌的将军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 骂额火死死在山上 很多人说 哇他太厉害了 他能够坚持 他不是坚持 他认为那件事就是玩 如果有意思听不懂的话 就写一个证 继续 必成功金字塔的第二塔 两个字 擅长 画一个长方形 来告诉我长方形的面积等于什么 在长这里写上 就是你的优势 或者叫擅长 宽这里写上 爱好程度 举个例子啊 你今天在做一个工作 但是你自己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 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你做这件事的爱好程度 只有10% 而且你做这件事并不是你的优势 其实它并没有把你的优势给充分的发挥出来 可能如果说真的是优势的话 也就20吧 请问20乘以10等于多少 等于200对吗 恭喜你 这就是你的收入 如果我今天做那件事 我太爱了 不给我钱 我都愿意干 我这辈子死都要干这件事 一百分 他把我的擅长发挥到了什么 极致 一百分 请问一百 乘以一百等于多少 一万 这是我的收入 谢谢 听懂的举手 哇 谢谢 成功就是找到这个优势 把它发挥到极致 告诉我长方体的 那个叫体积 等于什么 谢谢 长 乘以宽 乘以高 尝试什么 擅长了 宽呢 高呢 写 两个字 趋势 你做这件事是很爱 也很擅长 但是他妈没趋势 趋势是零 你的成就等于 零 我做这件事又是我擅长的 又有意义 又有趋势 八分 一百 乘以一百 再乘以一百 等等 是不是马上就变成百万富翁了 再狠一点 好不好 在有意思 后面写上 轨道 你对这件事有感觉 你这辈子啥都不干 就想干这件事 叫做轨道 那就是你的轨道 你做那件事擅长 能够把你的优势百分之百发挥出来 说明那就是你的 做那件事就是你的什么富 天富 当做这件事有意义的时候 四个字 犹如神助 那再往后走 就是趋势 你做这件事又有趋势 我靠 看完必成功议论塔以后 问问自己 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没成功吗 你连轨道都没进去 完了 告诉我马上是怎么成功的 做教师没成功吗 做翻译也没成功吗 做黄业也没成功吗 做阿里巴巴以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这辈子只会做一件事 阿里巴巴 找到轨道了 然后他做着做着突然发现 我靠他的口才天生被发挥出来了 他什么本事都没有 但是他就有本事凝聚人心 把他的优势发挥到了什么之 极致 而且这件事有意义 让天下没有难度的生意 帮助到天下所有的重要企业 而且这件事有什么区域 大事所取 马云成了 有意思 一百分 三场 一百分 有意义 一百分 趋势 一百分 一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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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当一 多少 这算了 这就是我的收入 很多人说老师啊 我就被 卖这个产品有感觉 我很擅长推销 推销就是我的趋势 而且这个东西也利益众生啊 能帮助众生啊 你是卖什么产品的 BBG 你他妈再爱 你再擅长 再有意义 零 因为那件事大势已去 听懂他 请举手 必成功金字塔 四个字 决一 不可 看完这个塔以后 很多人又说了 老师 那怎么能找到自己 有感觉的事呢 大家好 我是钟江老师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 现在只需要支付 一百九十九 就可以观看本节目的 完整视频 钟老师等着你 我们一起实现财富自由 一起实现人生梦想